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手脚是常见的 那么接下来白旗对于黑旗轻风脚有些什么手段 我们从本期开始仔细的研究一下 这个形状有时候是黑旗小飞了 也有可能这外面也有纸 黑旗拆过去 这个我们先暂且不管它 白旗如何轻风 就是说在黑旗没有小肩 手足之前对脚进行轻风的这些手段 我们做一下研究 在这里主要是有一些几种下法 第一是二四落 这个是最常见的 还有二五轻风 还有这个拖 甚至于还有直接点栏栏的下法 这几种下法都是有的 我们本期就重点研究一下 这个二四落的下法 这个下法可以说是对付星小飞 用的最多的一种 最常见的一种 那么接下来我们看看黑旗如何应对 黑旗顶 是这个局面下呢 黑旗应对的最多的一种下法 它的目的呢也是很简单 就是守住脚 白旗接下来呢 几乎没有什么太多的变化 就是 尝这个 黑旗帮助 白旗想更狠地掏脚 往里面尝 这个下法就是说呢 除非在比较特殊的场合下呢 才能运用 一般来说呢 首先这边得有指 得有指力接应 这边有指力接应 但黑旗搬的时候 白旗可以加 能够接应 能够加过去 其次呢 就是说呢 在黑旗所得的 这一代 所得的外势 作用不大的情况下 要符合于 满足这两种条件 这个呢 才有这种 舱的可能性 可以说呢 这个舱呢 是非常少的 非常少的 我们呢 就给大家呢 简单的介绍 那么 接下来 最常见的呢 白旗是 往外舱 然后黑旗搬 守住脚 守住脚 接下来呢 白旗加 继续呢 在脚上寻求便宜 很多很多的 普遭啊 本手啊 我们也说了 这个本手呢 黑旗就是接上 然后白旗呢 拆 开拆 拆这个也有 小飞拆的也有 这个都是 这个是都有的 那么 以后呢 白旗呢 通过这一家以后 留有这个 一路度过的 啊 棺子便宜 有很多旗友啊 我在平时呢 也见到过 有很多旗友就问了 这个加黑旗 不是明明能够立下去吗 这个明明能够立下去 为什么不立下去 这个呢 是有道理的啊 在这呢 我们还是要 比较详细的 给大家说一下 这个立下去以后 由于存在着 这个断点的味道啊 存在着这个白旗长 白旗跳 的种种的先手 这个地方 白旗以后呢 手段非常多啊 嗯 其中 最严厉的一种下法啊 就如果在 这边 假設有个子啊 甚至于没有子 可以 这情况下呢 白旗最厉害的下法 是二路托 最厉害的下法 是二路托 如果你 你黑旗啊 从外面搬 从外面搬呢 那么白旗就是 从里面一搬 这个黑旗啊 已经 很难收拾啊 很难收拾 你打这个 它一反打 这里马上要断你 你如果 你如果 一退 这个白旗直接就给断上去 这个黑旗肯定是不行的 那么你想安全一点点 从里面搬 啊 这个白旗 依然可以啊 不依不饶地 继续加 继续加 这个黑旗是非常难受的啊 为了防止这个断点 只有弯住 只有弯住 不能粘 粘就直接被断了 那么只能弯住 白旗呢 再打直 再粘上 然后呢 再一退 可见啊 一下子就把黑旗的这整个脚的木属 全部掏关 全部掏关 而且让黑旗的旗形是非常难看 这个呢 可以说呢 黑旗留下的隐患实在是太大了 实在是太大了 这个呢 也就是说 我们在 很多旗谱啊 高手旗谱里面 见到的都是 当 这个 白旗加的时候 黑旗 啊 沾上 为什么要沾上 然后呢 白旗拆 这是一个很 很普通的变化啊 一个很普通的变化 嗯 结果呢 双方呢 就是说呢 都是可以接手 啊 其实都是可以接手 反正从白旗的角度来说 它是达到了最大限度的啊 压缩黑脚的目的 压缩黑脚的目的 而黑旗呢 呃 由于本身也 也少了一个尖啊 这个脚呢 被白旗掏掉一点 也是呢 没有办法的啊 也是没有办法的 以后呢 黑旗啊 如果这边有纸啊 可以考虑呃 逼住攻击白旗啊 甚至于可以考虑直接点啊 再吃回这两个子的种种手段 这要根据呢 当时的情况而定的 那么对于啊 这个 二丝漏啊 黑旗顶以后 这是呢 刚才我们所见到的呃 常见的形状啊 可以呢 当你选择顶住的时候 你就头脑里 就应该出现 我们刚才所摆的那个变化 那么黑旗呢 还有一种呢 就是直接尖一个 这个一般来说呢 是不太可能啊 除非在外围啊 周围 假设比方啊 这个是周围白旗 比较厚的情况下 采取呢 比较稳健的啊 保住自己的眼位和实地的下方呢 这时候呢 尖一个呢 是可以考虑的 不过从一般来说呢 嗯 这个尖一个啊 还是略显委屈 略显委屈 那么 除了顶和尖以外 黑旗呢 还有一种下方的 就是往外面尖 往外面尖 外面尖的目的呢 就是看清这个脚上的实地啊 从而选择呢 取外视 这个 当你选择这个尖的时候呢 你你你你肯定呢 就是说呢 以外围为主啊 以外围为主 你肯定要对局势呢 进行一个判断 你觉得这个外视 取得外视以后 这外围呢 能够 嗯 很好的发挥作用 那么接下来白旗爬是必然的啊 白旗爬是必然的啊 白旗不能直接尖 直接尖被黑旗挡下去 这个白旗活起来呢 比较委屈 白旗肯定要爬啊 黑旗斑 逼迫白旗呢 在脚上做活 白旗呢 直接尖 虽然能活 虽然能活 但是呢 这个是肯定是不肯的啊 被黑旗一挡完以后 白旗只能 这么 很委屈的做活 啊 这个呢 白旗不肯 白旗肯定呢 要利用黑旗的一些毛病 来做活 那么它呢就是断影 黑旗 如果退 退也是有效 那么白旗呢 这时候就不是尖着活 它呢 就拖着活 拖着活 黑旗顶的时候 白旗呢 再利 白旗再利 由于随时有这个打的味道呢 黑旗呢 还得继续行旗 黑旗比较好的下方呢 就是说呢 打吃 打吃 就是一种是打吃 一种是打吃 那么白旗由于这个打吃是先手 白旗就可以不补了 这是夹后外围的 还有一种呢 下方呢 比较好的呢 就是说 黑旗先点这个 先点这个 这个是 在这个局部来说 黑旗应该说是正确的下方 正确的下方 白旗呢 如果你随手打吃一个 这个就是帮助这个黑旗外面呢 补掉了这个打的毛病 这个是属手 白旗呢 要走也是单顶一个 单顶一个 黑旗再打吃 黑旗再打吃 由于脚上呢 还没有活 白旗等于还是呢 还是要补一手 这样呢 可以说呢 双方呢 告一段落 双方告一段落 黑旗取外式 白旗取地 这个选择权呢 是在黑方 大家注意是在黑方 这个肯定是黑旗会觉得 这个外式呢 会非常的大 所以呢 才会有这种这个选择 那么 白旗断的时候 黑旗还是要小心呢 黑旗呢 有严厉的这个反击手段 黑旗的严厉的反击手段就打吃 这个时候这个白旗长 这个是必然的 然后呢 黑旗弧 然后黑旗弧 这个就是当你白旗再来拖的时候啊 我就呢 不一定老老实实顶住了 我不一定老老实实顶住了 那么呢 我就会 扳进山山 这个就是说黑旗啊 它随时在变化 本来是取四 但是呢 当你形状不好的时候呢 它会改为取地 黑旗呢 扳进山山啊 这个是强烈的反击 你打吃 看上去本来一个必然的 一个旗径 本来一个必然的一个旗径 但是呢 现在呢 黑旗可以不要了 可以不要了 打吃 如果沾上 这个就没什么了不起 白旗一吃 干干净净的活了 那么黑旗要打吃 让你提掉啊 虽然你把这个旗径提通了 但是啊 大家可以看 这个白旗的形状 非常的难看啊 非常难看 效率呢 非常的低 这边是个雨型 这边呢 也是个雨型 那么呢 黑旗这两个字 正好卡住了 这个白旗的眼位 白旗呢 是一个眼的 都没有 这以后呢 反正大概不管是白旗怎么走 黑旗就跟着硬 这个呢 黑旗呢 就从转为 攻击 黑旗从转为攻击 这个旗的好坏呢 就是说呢 也不好说 也不太好说 虽然黑旗就是说 看上去攻击比较主动 但是 大家需要注意点 就是说呢 黑旗本身的木属 还是非常吃亏的 非常吃亏的 因为 本来一个手脚以后 在这边 没有完全形成什么木 在这里的这个木属 也非常有限啊 以后白旗爬 你还跟着硬 白旗还可以打 这个木属也非常有限啊 好坏啊 虽然选择全在黑旗 好坏呢 黑旗还要根据全局而定啊 要不然你把它放出来以后 能够产生对它严厉 以后严厉的攻击手段 外围有子力帮忙 或者说外围白旗 还有一块啊 没有活的旗 这个这个呢 可以说呢 是那个 嗯 黑旗啊 需要考虑 从全局来考虑 这个下方呢 是这个 韩国人啊 这个 首先呢 发现 首先发现 以前呢 都是让白旗在脚上活 就是韩国旗手 首先发现 就是 即使把你放出来啊 也可以 他们的这个思想 还是非常的自由啊 但是呢 呃 这个东西 我们有时候一说 这个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啊 磨高一尺 道高一丈 但是呢 呃 我们这个 呃 在你黑旗啊 反击白旗的时候 后来白旗啊 他也发现了一个 很有意思的手段啊 很有很有意思的手段 那就是什么呢 那就是那个 呃 这个旗啊 就是说 要 从 真子的角度 稍微考虑一下啊 如果在这里 白旗 真子有力啊 白旗真子有力的情况下 白旗啊 会产生一个很奇怪的手段 那就是呢 二路连班啊 这个是相当这个 奇怪的 但是呢 他呢 确确实实啊 他确确实实 是一步好旗啊 确实实是一步好旗 因为这个 呃 接下来 接下来那个 黑旗啊 黑旗这个 怎么办 我们来看看 我们首先 真子有力的前提条件啊 是这个 这个黑旗不能真 不能真掉白旗啊 白旗可以拐出来 不能真掉白旗被白旗拐 这两个旗已经不保了啊 他就不是吃一个旗活了 吃两个旗活 那么呢 黑旗就不能打吃这个 不能打吃这个呢 黑旗呢 就只有先钻 钻上 然后白旗呢 再打 再打 黑旗你不是不让我活脚吗 如果你还是让我活 你退一个 那你这个班显得意义就不大 本身我一虎 本身我一虎就 局部就可以活进 那么呢 这个外面 我这两个只藏在外面啊 这里还可以打一下 那个黑旗啊 这个外面 外面的也不厚 黑旗呢 就是明显要吃亏 那么你 只有打这个 白旗跑 黑旗打吃 白旗拐打 这是注意啊 这时候不能 去做了 这个 大头鬼 因为这个被外面被打 不行 你拐 黑旗打一粒 这个接不归了 白旗就打 提掉 打吃 接上 这个反而形成了一个很有趣的变化 变成白旗逼迫黑旗 这个取地啊 白旗变成取式了 黑旗这还不武 不武为一般 局部打结杀 然后白旗在外面拆一个 所以说 虎一个也可以 那么呢 白旗呢 反而变成一个取地的下法 这个可以说是 应该说 结论来看 这个白旗呢 还是不错的 可见 那么又增加了一个前提 就是黑旗打了反击的时候 在搬这个的时候 一定要考虑到 自己增值 增值有力 增值有力 否则 这个被白旗一搬 黑旗呢 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没有好的后续手段 好 我们看完了呢 这个尖的这个变化 这个尖的这个变化 就是说呢 黑旗有可能取势 在增值有力的情况下 也有可能通过这个斑打 放白旗出来 进行攻击 那么黑旗接下来呢 还有一种啊 还有一种这个下法 还有一种这个下法呢 就是直接拦住 直接拦住 这个下法呢 也开始就是说呢 逐渐的这个流行起来 流行起来 白旗如果火脚啊 黑旗打 白旗虎 白旗子 虎一个是这个局部的正确下法 如果斑 再虎的话呢 黑旗可以直接打上去 这个大家要注意这个其中的区别 等你再尖出来以后呢 这个局部 已经不容易进火了 而如果黑旗立的话呢 白旗呢 可以团住 这个这个有些这个 这个区别大家需要注意 白旗当虎是好手 黑旗啊 如果还想继续这么攻击的话呢 那白旗再见 这个以后白旗做活啊 还是比较容易的 还是比较容易的 黑旗要想继续攻击呢 有些困难 所以当 这个 虎这个的时候 黑旗呢 它会选择外面避免 这个可以说呢 从蓝这个开始呢 就黑旗呢 觉得外面 比较大 里面呢 以后呢 白旗就虎一下 虎完以后 白旗呢 暂时可以这个拖线 暂时可以黑这个拖线 那么呢 以后呢 黑旗打的时候呢 白旗跟黑旗做结 它呢 直接做活呢 也是可以的 也是可以的 这个变化呢 黑旗跟肩 有点这个相似之处 就是说呢 依然是取这个 取这个外式呢 为主啊 取这个外式为主 那么 接下来呢 白旗呢 还有另外一种下法呢 就是肩 你不是 走个向远吗 我就穿你 又怎么了 我就穿你又怎么了 当然作为黑旗来说呢 我既然 摆个向眼 当然呢 也就不怕你白旗来穿 如果白旗尖这个 黑旗呢 就 回首 回首这个 双方眼位的要点 有了这两个交换以后呢 黑旗的主要的目的 就是把白旗 本来一个子 给走重了 那么白旗接下来得跑啊 如果从这边压 黑旗就搬 这个结果呢 白旗啊 不是太好 不是太好 整块旗啊 没有眼 这个底下一个眼都没有 比较重 白旗呢 从这里压出来呢 会好一些 会好一些 然后黑旗呢 继续攻击 白旗跳 黑旗飞 黑旗飞 这个也是呢 黑旗呢 掌握着攻击的主动权 所以说呢 当初黑旗走这个的时候啊 并不惧怕 这个白旗装出来 当然白旗也有 还有一种下法呢 就是 我先尖一下 你不是 等你挡着的时候呢 我再尖出来 再尖出来 那你不就 没有直接尖的手段了吗 其实这个呢 也没有关系 黑旗就挤 虽然 挤和街 把这个字 外面这个字碰伤了 但是呢 里面可以断吃 与小肩相比 与这个小肩相比啊 黑旗在这里呢 获利呢 还是非常的多的 非常的多的 接下来呢 白旗如果拐啊 黑旗 大家注意 这个旗行不是退的啊 退了以后 有可能被白旗跳走 黑旗继续逼住 这白旗啊 依然非常的重 这个形状 你吃掉这个也没有关系 我就硬 你这里 底下只有一个眼 底下只有一个眼 这个旗呢 就是说呢 白旗啊 还是比较辛苦 白旗 可能好一点的下方呢 就是贴在这边 贴在这边 那么黑旗呢 接下来啊 继续 高位强攻这个白旗 这个白旗跳呢 黑旗继续走 这个与白旗单肩 黑旗肩呢 这个变化呢 是差不多的啊 差不多的 虽然其中呢 小有差别 但结果呢 还是那个 还是很难讲的啊 就是大家需要注意一点的 就是 这两个交换了以后 就把这个黑旗给看轻 看轻一点 因为不管是刚才 白旗那么吃 还是现在白旗就算靠了 加下去 吃掉一个旗 白旗呢 都呢 只有一个眼 这个白旗呢 这个黑旗呢 没有什么所担心的 这样的局面啊 以及呢 坚望以后 白旗贴出来 这样的局面啊 在高手的对局中呢 也都是出现过啊 也都是出现过 白旗呢 除非在啊 在黑旗 觉得黑旗 这个让他封住以后 外事很大的情况下 这个 嗯 白旗呢 才呢 不会采取这个火脚的手段 所以一般的正常来讲呢 白旗 面对这个黑旗 加 白旗呢 应该是呢 尖了 尖 这个是 火脚啊 让黑旗呢 封住啊 白旗虎一下 然后拖先 然后拖先的这个 这个下法 嗯 除非黑旗 风得很大啊 那么呢 白旗呢 没有办法啊 只有呢 尖了跑出来 不让中央呢 黑旗 这个 围的太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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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嗯 讲的差不多了 讲的差不多了 嗯 我们就是最后呢 简单的这个 进行一下总结啊 黑旗 如果 想取地啊 想 想取地啊 保守一点呢 是顶一个啊 这个是顶一个 然后 斑 嗯 需要注意的时候 如果在白旗夹 加的时候 黑旗呢 要粘上 啊 为什么不能立下去啊 立下去以后呢 小心 白旗 拖二路的 这个严厉手段 如果 在 白旗外围 比较啊 比较强的情况下 你应该采取的就是 直接啊 尖三三 做活 这个呢 嗯 是在白旗外围 情况下的 一种选择 如果你 觉得黑旗外围 啊 去 走到一个后子 能发挥很大作用的情况下呢 你呢 应该采取的是 尖外面的手段 这个 是一个 正常的变化啊 打这个需要小心 这个呢 是一个正常的变化 我们一个一个 把几个主要变化 再给大家摆一遍 啊 这个呢 是一个正常的变化啊 这个是我们的一个一个正常的变化 就是 黑旗呢 取外式啊 有用的情况下 还有一种 最后一种呢 就是说啊 黑旗啊 以这个 特别是以这个边上啊 这个上边为主 觉得上边这个价值 比较大的情况下 可以采取啊 啊 这个阿鲁兰的这个变化 啊 白旗呢 正 正确的下方 就是 做活啊 就是做活 嗯 这个呢 这个呢 这几个图呢 希望大家呢 都能够记住 并且记住 它是在什么情况下呢 得以运用 好 本期呢 我们呢 新小飞呢 就讲了一下白旗246 的这个双方的一些正确的应对 那么在下一期中呢 我们再讲一讲白旗啊 其他的一些下方 谢谢大家收看本期节目 再见